真正的看著女兒就被燒死了 那時候消防車進不去 因為很多人在那個路口 很喜歡搭那個叫什麼路障 結果消防車會進不去 所以就也真的 看得到小孩在那邊求救 但是消防車過不去 那個案子後來檢察官 就是用過世自私罪 因為他說你那根煙忘記熄了 所以導致這整個失火 所以女兒的死亡 你父親要負責任 同樣這個案子也一定會 那個射路障那個要不要負責 那個後來找不到誰射的路障 找不到行為人 找不到行為人就是說 因為他那個行之有黏 就是你知道一般的社區 常常為了不讓摩托車 摩托車不讓人家進去 他就會射路障 其實那也是違法的 那你如果說涉及到那個是違建 而導致消防車進不去 對於這個死亡結果 他也是要負責任 你看這個爸爸 他有一個張姓吳祖 是去拔回地下室 他說他是7月的時候 做標準法拍的地下室 一樓跟地下室二樓 那原本地下室的產權 是屬於這個 曾南的親戚 地下室左右有兩個電表 右電表是曾南用 管委會的名義申請的 2010年因為積欠電費被斷電 而且電費又欠7萬8 左側的電表呢 還在運作 但因為也欠費大概10萬塊 那12月5號就被斷電 但是沒有拆電表 沒有想到既然斷電的他去 偷接電供客房還有自己的住家使用 這樣可能也有反應了 有 有 這也可能涉及到 他用別人的名義就會可能涉及到 而且當時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地下室法拍 法拍之後沒有辦法進入 就封起來了嘛 那他還拆掉鐵窗鐵條爬進去 懷疑就是他為了規避調查 這樣子他拔除他所欠電的電線 因為本來想說要告他嘛對不對 他偷嘛 偷了這個證據還把他拔乾淨這樣子 就是剛才美人姐有提到 你有被燒死了 趕快再爬進去 去頁面證據 是說有人看到 昨天早上 對 我覺得這個都是每一個人 自己的私利造成的 你也不要 你自己做得來 大家就是這樣說嘛 那我也不是說 我不同情這個爸爸 我絕對同情 我也有小孩 如果是我女兒兩個都不見了 我也很難過 但是你要不要算算你這幾年來 為了你這個偷接 為了幾個房客的房租 你用偷接電的方法 你賺了多少的房租回來 我常常 因為我現在踏入離開媒體 我跑社會跑了十幾年了 我完全能夠體會一句話 這不是不報 之後未到 你要怎麼貪一定都會怎麼還 只是你有沒有那個命格 去承受這個東西 你自己說看他那幾間房間 如果一直在新竹的一個地價 一個月大概一萬多塊錢 20千耶 20千 好 一個月幾幾 20萬 對 那電池缺到都沒力了 所以電池沒本 而且那是加蓋的 不用去行券 不用去蓋 不用去那也是都沒本 不要蓋啦 不要蓋啦 水年的錢嘛 你不用蓋 不用在鋼筋水 你頂來 你頂去人家看空空的 穿得跳跳的你就知道 那身份是低到你根本就算沒本了 20間房間 一斤萬二塊就好了 光一個月你能收多少 你爹也是偷來 什麼都偷來 你用這個錢 好 你賺了那麼多你該怎麼開 但是我跟你講 不只有這個曾先生你愛開 我跟你講這些公務人員 你吃早也要還的 這兩條人命要算在你身上 如果依毒素果實理論 你當初如果沒有準這個東西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後果 根本沒有準啊 可是問題是整個新竹 第一批是擺爛的 因為你知道嗎 踢爆了新竹的一個叫做 金山二十三街 你知道唯一見從五樓到九 九樓的一堆喔 五樓到九樓 整個金山街 250棟 4000多戶違建套房 佔整個新竹市所有的違建一半 偉然是一個違建城 你知道嗎 通常都是從三樓五樓 展高到八樓九樓的超大 這個華夏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你怎麼猜 你全部都怪新竹市嗎 我覺得如果你現在也是在 台北市我覺得會比較 你自己如果還是住在 台北市以外的地方 你往你家旁邊的看一看 有沒有那種三樓以上那個水泥 那個牆顏色不一樣的 還發現還有很多那個鷹架 為什麼還在灌江 很多 正在違建 還會有下一個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啊 那這個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人敢這樣啊 我跟你講啦 這就是選票啦 沒有人敢動違建 你說那條整條街金山街 250棟 每一棟從他說的五樓到九樓啊 那每一棟有多少票 沒有人敢去當 所以混得過去就好了 如果說新的市長起來的話 真的要大刀闊斧 現在我做這次 後來也沒條 無關把這個建立這個官威 然後讓大家不要這樣子投機取橋 他都要有志共啊 這些人都是貪啊 私利啦 都是為私利 我舉一個小例子 我們現在去租一個 一個要上課的地方 是一個舊大樓啦 五樓 五樓 黑色色喔 台庫暖樓 都在做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去看的時候我就想 沒有關係 我就是能夠畫腐朽也神奇 所以呢 可是我整個五樓把它弄 從建以後當教士 可以輔導這個 弱勢丹青啊上課用 可是呢 我看這個環境 人家走進來了 就不想走進來了 為什麼 太髒又太亂 於是乎呢 我就請人 把它重新 我把整個壁 為一樓最大的地方 我全部把它粉刷 你好像走五樓而已 我走五樓 我把地毯 那個樓梯跟牆壁 一樓到五樓 我全部把它改關 結果呢 我跟你講 環境改變 改變的力量來了 每一個人看到這樣子 哇 那這會 轉起來 這是要轉起來 又是一個名人來了 那他們本來住那些人 亂也這樣住就對了 亂… 台庫下樓 在剛才那裡 那樓梯都沒有收 你說的是公共空空間 全部公共空間 一般的人都覺得 那到底要算誰的嗎 結果呢 我把它整理完以後 我跟你講 改變的力量在哪裡 看到希望 為什麼 大家都開始去換大家的大門 因為說 那都要… 他們本來不配 不配 不配 他自己去換大門 你知道嗎 結果每一個人都換大門 我自己想說 好得意 這個國小那個 一書花的故事一樣嘛 拿一書花回去家裡 開始弄床 開始弄整個家裡 弄得很漂亮 誰敢做第一項 我國小沒看到這篇 沒有 差點去這篇國 我花這篇國小 我花這篇國小 我花50萬 我花50萬 就都自己 新聞畫畫畫 好 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因為前陣子這個 Joyco爆料 關於這個鼎心的門審的費用了 結果就被這個羅志強 槍他 所以你不要躲在衣櫃裡面 亂放箭 亂放箭 因為他一直用嫌疑人 怎麼在躲法律責任 羅志強不高興 你不要躲在衣櫃裡面 對人家放冷箭 剛好就傷到衣櫃這兩個字 對 就是要去 去錯人家當初的那個 寶寶日 那個痛 是不是 這樣被羅志強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應該 大家已經很久 自從我們那時候 跑新聞那些事情 應該很久沒有人記得 寶寶日記這回事了吧 因為那時候寶寶日記就是 周玉寇 黃毅嬌 跟何麗玲 在他們的房間裡面 他躲在衣櫃裡面 看到他們兩個 整個經過 那時候他討論說 一個女人可以這麼忍耐 這麼忍耐 那這次羅志強要把這個東西 再挖出來 所以一個女人的忍耐度 我覺得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當年的這個事情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 隨著時間的流逝 很多事情也就會過去 我們會從那裡面 經歷的創傷 後來變成養分變成成長 OK 那麼後來你想想看 黃毅嬌當時他的前妻 鄭春月後來也再婚了 周玉寇也結婚了 OK 然後黃毅嬌跟何麗玲也分手了 OK 而事實上其實 好像周玉寇還訪問過鄭春月 對 而且周玉寇在事後 曾經在陳文健的廣播 跟黃毅嬌也電話交談 而且大家顯得落落大方 那麼 而且鄭春月也接受過 周玉寇的這個專訪 OK 而且兩個人都覺得很難得 因為面對面把話講開來 都真正走出那段不愉快的回憶 OK 所以真的傷害你的 絕對不是事情 而是你對事情的看法 OK 那所以呢 現在也都擁有幸福分姻的鄭春月 跟周玉寇 還有也都祝福黃毅嬌 下一個女人會 更好嗎 感覺下一個女人會更好 比較是前一個女人不好嗎 不對吧 就會遇到 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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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對的感情 所以這邊可以講說 這個 對女人來講 理智好像是 還是一個很正面的力量對不對 對啦 這個事情 其實是從頭到尾 我都有參與 所以才曾經 你也在衣櫃喔 我說其實在靠閉衣櫃 是哪一種衣櫃 我那天剛好在 一個躲對面 一個我躲左邊 我那天剛好在外面買衣櫃 因為所以後來李敖才說 怎麼可以三個當事人都是你輔導的 這是什麼理由 那也沒有什麼 不能 沒有理由 因為那時候的何立寧跟 這個因為是17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是不可能會再救世衝擊 我們今天針對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美人說的 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大家都可以釋懷 好快喔 17年前 已經17年前 那個 當時的事情真的是歷歷在目 所以 那時候我才小學 所以現在 所以 所以其實 我想也因為我當時出來說 到今天為止 然後就不再講任何話 我也不接受任何記者問 所以這件事情是因為過年後 還採用了一個半月 真的是非出來不可 那出來的結果 我想 周玉寇也得到他要的 就是 懲罰了這個 黃玉嬌 那麼何立寧 他也跟周玉寇 他們雖然說 永遠不可能變成好朋友 可是他們也互相不說對方壞話 就像美人剛剛說 大家都有一個不錯的定位 所以今天都不用來談到這個 而今天為什麼會談到這個 就是因為 羅志強 用了這個 躲在衣櫃裡放冷箭 我是認為說 當這個寶寶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不知道羅志強那時候是幾歲 17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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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羅志強還沒40歲 不到40歲 所以大概17 高中生 高中生 高中生是不看報紙的 高中生不管成年人的事情 可是他今天用這種 這種成年人的故事 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故意來挖苦這個 周玉寇 他裡面有講 羅志強有說 針對他要反駁周玉寇的時候 他說他太太勸他說 不值得為不值得的人 對對對 其實你太太勸這句話 就是在保護丈夫 體諒丈夫 支持丈夫 就這樣